南诺瑶的底子非常好 虽然伤势十分严重 可处理妥当后就剩下休养的事了 南诺瑶自第二天就醒来 发现自己身体的异样 南诺瑶立刻明白 不仅仅是自己的伤 就是自己的隐疾 林初九也一并处理好了 南诺瑶嘲讽地笑道 林初九 你还真是圣人 明明我对你充满恶意 处处挑衅你 你居然还肯医治我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南诺瑶发现 他真的不懂林初九 如果他是林初九 他绝不会医治一个 处处于自己为敌的女人 更不会替那个女人保密 难道 萧王就喜欢你的天真善良 南诺瑶一说出来 自己就先笑了 萧天耀要是喜欢 天真善良的女人 那他就不是萧天耀了 林初九 我真的不懂你 不过你也别想我感激你 我们之间不过是交易 至于离开东门的事 你放心 我一定会做到的 南诺瑶一脸冷笑 眼中没有一丝感激 苍白的面容有趣而猙獰 一旁的侍女看到这一幕 暗叹了口气 什么也没有说 他们家公主一向如此自私 他们早就习惯了 林初九不知南诺瑶的想法 可他知道 南诺瑶不是一个懂得感恩的 完成医生系统的要求后 林初九并没有再去看南诺瑶 只把需要的药留下来 至于伤口恢复的好不好 那就不是林初九需要关心的问题了 好吧 事实上林初九就是想要关心 也没时间 派子与福寿长公主的留言 并没有因福寿长公主的离开而消停 反而越演越聚 如同周密所猜测的那样 皇上连夜送福寿长公主离开 在看热闹的眼中是心虚 不需要苏察再推动 太子与福寿长公主之间的事 就被编成数个版权 传得满城节之 当然 这些人十分精明 并没有直接说出太子与福寿长公主 而是用其他人身份代替 隐晦的暗示 东文国情开放 普通学子也有义政的权利 一般情况下 朝廷并不干涉百姓谈论政事 可这并不表示 这些人议论皇家之事 皇上也不干涉 刚开始 皇上也想用温和手段消除流言 可惜效果不明显 传言越来越难听 皇上没有选择 只好用下下之策 直接命令官府拿人 在皇上的强势下 太子与福寿长公主的传言 就算下去了 可这也只是阻止流言扩散 并没有消除世人眼中的怀疑 众人碍于皇权不敢说 可心里却更加坚定地认为 太子与福寿长公主之间 是有奸情的 皇上气急 他知道这事与林初九脱不了干系 可偏偏找不到证据 流言是从市井流传开的 至于最早是谁先传出来的 谁也不知道 这几天 本武百官明显能感觉出 皇上的心情不好 一个个都胆战心惊 在早朝上一句闲话也不敢说 甚至有几个耿直的御史 也悄悄地收起弹劾太子的折子 他们还是不要火上浇油的好 这种情况下 林初九当然不敢闹事 他乖乖地窝在王府 静等风头过去 没有让林初九等太久 皇上见暴力 平息不了太子与福寿长公主的传言后 爆出了一件大事 来转移京城百姓的注意力 萧王在战场上失踪了 日前 萧王萧天耀 为追捕北列大军 误入密林 失去联系 下落不明 消息一爆出来 全京城的百姓都下风了 不可能 萧王怎么可能失踪 这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不信 我们不相信 萧王可是我们东文的战神 他怎么会下落不明 一定是前线的情报有误 萧王不可能出事 前线战士 关乎东文的国运 上至达官贵人 下至平民百姓 都被这个消息炸疯了 这个时候 哪里还有人记得 太子与福寿长公主的事 大家都在担心萧天耀的生死 满京城的人都在谈论此事 平日里热闹繁华的京城 因此事而显得低迷 京中百姓好似一瞬间失去活力 脸上的笑容一瞬间散去 有不少百姓自发去寺庙 为萧天耀祈福 皇上的目的达成了 您初九得知外面的情况 忍不住赞了一句 皇上这一招很漂亮 成功地转移了众人注意力 消息来得太巧了 早知道会是这个情况 我们就应该早点传太子 和福寿长公主的事 好让皇上多头痛一阵子 苏察十分郁闷 他好不容易把流言掀起来 甚至达到了皇上 都压不下的地步 结果 前线战报一出 他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 您初九没好气地白了 苏察爷 你太贪心了 不放桌影的传言 可没法毁掉太子 也不可能影响皇上的统治 太子和福寿长公主的流言 传得再凶 效果也就那样 皇家乱七八糟的事 多了去了 复战子习 军战臣习的事 历来都不少 流言也会传 可你见过有哪个皇帝 会因这种事被人废了 我这不是看皇上憋屈 心里高兴吗 想到皇上之前 因流言而愤怒的样子 苏察就暗爽 只可惜 没有高兴太久 我懂了 您初九默默望天 萧王府和皇上 已经到了 只要能让对方不高兴 自己损伤也乐意的地步了吗 王妃 你懂什么了 苏察一头雾水 她说什么了吗 懂你的心情 林初九正儿八经的说道 怕苏察继续追问 林初九果断转移话题 还有事吗 没事我不送你了 有 苏察已经习惯林初九的各种嫌弃 完全不当回事 现保式的取出一个乌木箱子 得瑟的道 王妃 王爷给你的回信 一整香哦 王爷脱险了 居然给他回信了 果然还是会哭的孩子有糖吃吗 之前他写了那么多信 都不见萧天耀给他回信 没想到 他就是说了一句 萧天耀就给他回信 而且不止一封 苏察用力点头 王爷没事 估计过两天 消息就能传回京城 到时候京城的百姓就有事谈了 太子和福寿长公主的留言 也就彻底掀不起来了 真的好可惜呀 林初九没结苏察的话 想过他手中的盒子 嫌弃的挥了挥手 你可以滚了 典型的用完就丢